如果你要根据题目里面要求,就是几岁,又几个月,又几天,那实际上最后的结果类似这样,那我稍微把重点提示一下,各位知道一下,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几岁,那这个几岁的话呢,我们可以用Y,为什么?因为如果未满,比如说呢,这个地方他会去算说他有没有满,那1972,8月的话还没有满,所以应该本来2013几岁 他会减掉1972应该要41岁,可是因为未满,所以是40,那再来的话,我们要去掉,就是不要去管那个年的部分,要去看什么,这个月的部分,所以我们第二个会用到是YM,那最后会看到最后一个是日的部分,所以最后一个用的MD,那最后把它串起来之后,就会是像这样的一个格式,那不过像这样的格式啊,有点 很复杂,你特别注意的里面,因为他这个地方,这个函数有没有,跟字串会夹杂在一起,所以特别注意就是说呢,如果你是这个函数,就公式啊,后面要跟那个你的文字字串要相加的话呢,相接在一起,一定要加那个M的符号,然后呢,加一个字串 那你可以看到,因为我们这边底下有个规定,就是哪一个,有没有,N,N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,实际上就是一个公式,然后呢,这个中间你一定要加上一个M的串接,到这边的话,N个月,又N天,这个又是一个字串,到N天又是一个字串,所以基本上的话呢,这边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,把它怎么样呢,把它当成一个字串,那这边又是一个字串, 这边一个字串,那前后一定要加一个M的符号,那天又是一个字串,所以呢,会是切成三块,那中间要怎么放呢,其实我的做法是这样的,我会觉得做的比较快一点方法是这样的,首先的话呢,我会先把这个公式先做出来,就是说呢,先算出到底是几岁,几岁之后的话,把它打勾,打勾之后呢,我有个偷懒的方法,就是我把这个公式,因为我会用到三次, 只是后面那个参数不一样,所以我怎么做呢,可以把它Ctrl X,剪下来,先把它剪下来好了,剪下来之后的话呢,那我再利用什么呢,这个公式,几岁又几天,其实我先把这个公式先把它放在旁边